哈喽,大家好 对男人来说,喜欢上了一个女人 就会想要去追求对方 只是男人们可别忘了 有一些女人,就算你喜欢 也未必适合成为男女朋友 男人要知道 那些表面纯洁,内心却不正经的女人 大多有这些表现 一定要注意分辨 第一种,搭讪必毁 要微信必给的女人 有一种女人遇到男人搭讪时 不但不会拒绝或者逃跑 反而会很开心的聊起来 甚至还会很主动的去撩对方 聊到最后男人要微信时 女人也会很高兴的给出去 这种女人虽说表面上看起来很纯洁 但其实她们就是一个内心不纯洁的女人 男人可别因为女人是因为热情 她们只不过是用这样的方式 想要在某一天能够认识一个优质的男人 男人得记住 女人一旦有了这样的心思和行为 内心就已经不再单纯了 第二种,喜欢花男人钱的女人 在花钱的问题上 很多女人都有着不同的想法 但有一种女人 一直打着男人就该疼爱女人的旗号 然后心安理得的去花男人的钱 有的女人就更过分了 跟男人相处的时候 不管是两人有没有恋爱 都会让男人付钱 女人爱花男人钱的这一点 其实很容易被男人发现的 只要稍微相处一下 男人就会知道这个女人该不该去相处 第三种,喜欢混在男人堆里 还不注意自己行为的女人 我们都知道男女受受不清的道理 男女两个人还没成为男女朋友的话 相处时的尺寸可就要把握好了 只是我们的生活中 有一些女人表面上装着很矜持 很单纯 实际上却是一个很轻浮的女人 她们喜欢混在男人堆里 跟男人相处时还会举止亲密 不管两人之间有没有关系 所以男人在找对象的时候 一定要懂得从女人的言行举止中 看出破绽 更要懂得去分辨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新磊 关注我,陪你解读更多的情感新生 哦,陆伯 谢谢大家